台大又傳出有學生確診 據了解他是一名哲學系的同學 不過也曾經出入過戲劇戲館 對此台大校方沒有直接證實 不過有學生在20號收到台大哲學所 學會Email通知說明系上有一名同學快篩陽性 哲學戲館可能要全面消毒 請老師同學們21號起不要來戲館 也通知確診學生有到過戲劇戲館三樓 防疫措施升級 戲劇戲館只限教職員進入 學生不能進來 還是保持自己的清潔吧 但是該做的事還是要做 目前社科系學生已經有一人確診 如果加哲學系就會變兩人 而17號起學校早就採遠距教學降低風險 另外疫情也燒進其他校園 明川大學也證實在台北校區這邊 有一名會計系的學生確診 而他不是住宿生 平常從三峽到這邊通勤上課 明川大學公告20號晚間接獲學生確診消息 而這名同學的母親先在15號確診 研判是居家傳染 請12號到14號有在班上上課的人自主健康管理 也已經通知匡列的隔離者 他媽媽其實是因為在11號的時候 跟上一位的確診者有接觸 12 13 14 因為15就是禮拜六號沒有來學校 我住宿但我已經回家了 就是生活圈都會重疊到 校方進行消毒限制行政人員入校 但就怕確診學生通勤的時候有搭大眾交通工具 因為家住的比較遠 所以我目前了解他不是自己騎車的 學生怎麼上下學校方強調無法公佈 只能證實不是自己騎車 而這也是明川大學第三名的確診學生 前兩名都是桃園校區 教育部截至20號統計全國學生一共72人確診 62名本土10位境外移入 大專院校總計26人最多 其次是國小12人 比19號又多增加了17名 疫情持續嚴峻 校方防堵疫情再延燒